喂喂喂 大老梁你在打仗啊 怎么把那个卤台搞这么脏 在搞什么招牌赛 麻婆豆腐要怎么弄 麻婆豆腐怎么全不烂满了 哎呦 头痛 这毛巾就是怎么回事 哎 你走开吧 我教你最正宗的麻婆豆腐 做个麻婆豆腐的做不好 都搞碎丸 谁叫你这样抱毛巾啊 脏细细的搞个麻婆豆腐啊 连那个水盆都搞脏丸 全是豆腐 什么门派的你啊 这毛巾用不了啊 去把老板娘的洗脸的毛巾拿过来 早就准备好了 到处脏兮兮的 然后把这个水倒掉啊 太脏了 用不了啊 这个我们选用的是嫩豆腐啊 切成方块形的 然后锅中加入水 水烧开了之后 加入盐 老抽 把豆腐放下去煮啊 煮了一分钟之后 我们把它泡到这个盆里面 泡着它 把锅给怼热 滑一下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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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锅中留多点皮哦 炒一下这个牛肉碎 没有条件的可以用猪肉哦 牛肉碎炒香之后 我们下入蒜米 姜米 还有这个灵魂炸菜哦 青红椒 再次把它炒香 料头和肉炒香之后 我们下入豆豉 下入豆瓣酱 炒出红油哦 酱料会很香 平时我们做厨师 用的酱料特别多 特别是粤菜师傅 要买很多酱料 我一般都会用骑士卡去买 在全国超市买单有八八折 每次都能便宜十几块 去支付宝搜索骑士卡 就能免费领起鱼汤 还有各大品牌火锅五扯起 平时点外卖也能打七折哦 炒出红油之后 我们加入清水 加一勺下去哦 加入清水之后 我们下入三勺味精 一定要够味才好吃 辣菜哦 给一勺鸡粉 一丢丢糖 再加入蚝油 胡椒粉 一定要先调味再放豆腐哦 然后把这个泡豆腐的水倒掉 把豆腐放下去 再加入辣椒粉 花椒粉 下入辣椒面 花椒粉之后 焖煮两分钟 不要去搅它 适当地转一下锅 焖煮两分钟之后 我们打第一道歉 顺了一个方向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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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又第二道歉 再打第三道歉 撒入一点点葱花 好出锅啦 再撒上一点迷人的葱花 麻婆豆腐就做好了 零翻车 你学废了吗 抖音